好剧不怕玩 热剧我来看 欢迎来到嘟嘟看剧 今天给大家看一部好人难做的国战电影 亮相 大雨滂沱 一辆轿车刚准备拐弯就碰到逆行而来的挂农 司机罗大龙赶忙刹车 结果还是撞到了自行车 这一幕把大龙吓得不轻 下车就准备开骂 结果发现一个小女孩倒在了血泊中 大龙心善 抱起小女孩就赶往医院 留下未婚妻保龄看护现场 并等待警察做进一步处理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 瓜农也不敢停留 趁着下雨天 直接溜走了 来到医院 大龙替小女孩交了押金 并嘱咐医生尽快做手术 可好心没好报 大龙被当成了肇事者 医生护士兜头来白眼 不久后 张队长和同事过来调查情况 几人是老同学 大龙在结识一番后就准备离开 今天他和保龄准备去岳父家看望 现在因为这个事已经耽误了 结果张科长不放心 女孩的情况未知 肇事司机也未确定 作为当事人不可擅自离开 大龙无奈只能乖乖返回病房 就在几人离开后 同时在大龙的车子上看见了刮痕 于是悄悄留了证据 病房里 女孩母亲哭得死刑裂肺 看见大龙进来 一把抓住讨论说法 大龙欲哭无泪 怎么每个人都怀疑自己是肇事者 一番纠缠后 大龙不堪其扰 于是悄悄留出了病房 结果碰到前来采访的记者 对方把大龙当成了好心人 准备进行现场采访 张科长赶到 立刻阻止了采访 肇事司机还未确定 不能断言谁是好心人 几天后 女孩脱离了危险 可情况还是不容乐观 由于撞击 女孩暂时性失明 只能靠着模糊的记忆还原当时的场景 大龙翘首一盼 希望女孩能还自己清白 可女孩首先就说出了大龙的车牌号 这也就意味着大龙是肇事司机 女孩的话把大龙吓一跳 立刻催促女孩再好好想想 又是一番艰难的回忆 紧接着 女孩又说出了两个相似的车牌号 虽然凶手还未确定 可女孩母亲一口咬定 大龙就是肇事司机 否则怎么会好心送来医院 这时张科长也犯了难 事发地是监控死角 不能还原当时的情景 路过的两个司机也是一患而过 再加上暴雨天气 他们也没看清谁是肇事者 不久后 同事拿来了检验报告 大龙车子上的刮痕 和女孩自行车的喷漆相吻合 这也说明了大龙更有可能是肇事司机 这一刻大龙崩溃了 坚毅勇为却被冤枉成肇事者 他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因为这件事 大龙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女孩的母亲整天和他闹 公司的孙局长原本想要给予奖励 结果又收回去了 甚至工作能否保得住还不好说 最让大龙气愤的是 别人的证词都能被采纳 可自己未婚妻的证词却不作数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冷静下来后 大龙突然想到了那个瓜农 他也是目击者 一定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在拉上老局长后 二人开始在附近盯梢 黄天不负苦心人 经过几天的排查后 他们终于遇到了那个瓜农 瓜农害怕被追责 立刻撇清关系 说自己不知情 还好老局长经验丰富 先是稳住瓜农 然后顺利拿到了证明 可这份证明还远远不够 只有找到更直接的证据 才能洗脱大龙的嫌疑 这天 师父老贺带他去车行洗车 中途因为家中有事 老贺提前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 老板过来询问 换下来的保险杆怎么处理 这句话让大龙一惊 难道是师父闯的话 为了自证清白 大龙留下定金 让老板把保险杆存好 紧接着他返回警局 让张科长和自己 一起拿回保险杆 这也许是最直接的证据 造华弄人 车行老板提前将保险杆卖了 大龙不死心 既然这样查不到 那就从公司的监控查起 看看当天谁出门了 用了相似的车牌号 可他一个小司机 根本无权调动公司的资源 而孙局长也不配合 同时 为了消除对公司的影响 他还将大龙调到了后勤部 事情一波接着一波 母女俩又找上门来 让大龙出钱给女儿只眼睛 接二连三的琐事 让保险不堪其让 一怒之下直接离家出走 到了晚上 大龙找了张科长 让他分辨当时的肇事车辆 两台车子一模一样 唯一的区别 就是车牌号查了一位 所以小女孩的话 根本不能作为证词 明白这些后 张科长不敢大意 也来到公司调查 可孙局长死活不配合 把一切事情 都推到司机老贺身上 而老贺也装傻冲冷 根本不愿提及当天的情况 等张科长离开后 老贺找到大龙 主动承认是自己闯的祸 可接下来的话 让大龙陷入了艰难抉择 一边是自己的清白 另一边是师父的牢狱之灾 他实在下不去手 在这种煎熬中 小女孩的眼睛治好了 恍惚间他突然想到 赵氏车辆前方 有一个小挂件 张科长紧急赶到 最终确认是老贺开的车 在事实面前 公司也提供了监控 当天就是老贺和孙局长 一起出门 这才发生的车祸 真相大白后 大龙提着屁拟 准备重新折回宝林 途中又碰到车祸 这一切和当初的情形 一模一样 大龙有欲了一下 还是选择下车救人 坚于因为是社会正能量 是需要每个人倡导 和发扬光大的 可如果因为某些假象 让好人喊了心 以后谁还敢做好事 毕竟做好事的代价 过于昂贵 一个不小心 就是家破人亡 好了 又到了给电影打分的时间了 一到十分 你会打多少分呢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我是嘟嘟 我们明天见